凤凰浴火 涅槃重生 即代表这蓬勃向上的生机 又是一种绝对的力量的诞生 毕竟凤凤凰为古代中的白鸟之王 雌鸟为黄 雄鸟为凤 吉祥和谐的预兆 那么在2018播出的 蜀山战家二踏火行歌浴火的凤凰 代表着什么 谁是真正的天命之人 能够找到解除危机的方法 凤凰是指的鱼英男吗 他的身世有什么奇特之处 一起来看看吧 蜀山战家二踏火行歌浴火凤凰 代表什么 凤凰浴火重生的典故 出自于涅槃无名论中 在佛经中表达了 只有经历苦难 天人合一 不离开诸多世间远法 方能够六境合一 脱离本体 超乎天地 相当于劳其心智 苦其体肤的意思 而在这电视剧蜀山战家二踏火行歌中 当众人都在山洞中 被困 历经了一系列的打击和追星之痛过后 他获得了重生 代表着于英男的实力大掌 可以和黑衣人 以及洛先公的公主有一战之力 浴火凤凰的来历 关于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摘子 涅槃无名论 无名曰 夫之人空洞无下 而万物无非我造 会万物已成其者 其为圣人乎 何则 非礼不圣 非圣不礼 礼而为圣者 圣人不亦礼也 古今大德圣贤中 无名是不少 好似金英笔下扫地僧一样 大多高人极极无名 但 无名而大名也 名为究竟道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一个道理 通古通经 实在不是多么高的水准 一念通古经 明理渐性 渐性明理 一个路子 礼不明不成器 传说中的火凤凰 那传说 也不是无缘无故 亦有深意 傻雀姑娘 都敢以凤凰自称 可曾知 涅槃与浴火 凤凰是重生出来的 大多不过小麻雀 枝头击渣 嬉戏一番而已 哪能是凤凰 麻雀也有大小 高矮胖瘦 五十百不分而已 传说中 凤凰是人世间 幸福的使者 每五百年 他就要背负着 积累于人世间的 所有不快 和仇恨恩怨 投身于雄雄烈火中 自心浩焚 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 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 同样在肉体 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 他们才能得以更美好的躯体 得以重生